作词 李宗盛 要不要被时光吞没掉 黑暗无声消失的人 也曾渴望白日里活 为命运处复的一个 我要怎么挣脱 谁在耳边说 出我中的坠落 那就烦恕我 烦恕我的执着 苦海里泛涌 眼中关下多少作人 不认知道德 或许在救生着 太难离不生 为方终于划断 伤生的火 分封后 剑是你的主子 传消息给靖王府 不听话 你就会跟阿黛一样死去 谁啊 谁啊 剑是你的主子 你以为烫伤是意外吗 这十个西安美人 除了身份造假之外 手上竟然有一样的烫伤 将军 为何不将他们抓来 一并审问 事关和亲大举 如此兴师动众 恐怕不好收场 我们得逐个调查 十个美人烫伤 都在右手手腕 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的 美临手腕也有烫伤 为何不在这名录之中 将军 属下怀疑 这些事情与锦王有关 属下查过了 十个美人烫伤之时 荣安殿的旧人刘某某都在现场 定是锦王指使刘某某烫伤美人 这些美人马上分封 进入大盐官员府邸 若是 莫要留下的旧人 互乱猜 属下并非胡乱猜测 自从美人进入鸿鲁寺 锦王就老往鸿鲁寺跑 还为梅林做出了 许多荒唐事 依属下看 锦王定是以宠爱梅林为由 借机联系探子 若是将梅林抓来审问 定能问出些什么 老爷 李清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 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 李清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 西山矿场的奴林军守将杨震 早已暗冲投靠了太子 张映这招灯下黑 够大胆 那 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抢人 我若是扮作侍卫的话 肯定会赢得太子 引起太子注意的 看来卢走李清 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王爷 洪禄寺来信说 鹰将军查到刘嬷嬷趟上美人 梅林姑娘 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 不知鹰将军找我有何事 省一个美人 不劳烦鹰将军亲自动手 你不是普通美人 你是吸烟探子 按大言律 探子要受袍落之刑 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 可有证据 这便是证据 将军误会了 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 不小心烫的 说 谁是你的主子 是不是锦王 人人皆知 梅林是锦王的人呀 你以为你凭什么受众 无非是你这张脸 和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吧 将军凭什么动私刑 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 住手 将军 你滥用私刑 丢的是本将的脸 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 自己去领二十军棍 若还有下次 绝不轻饶 将军 他是锦王的人 出去 是 应将军 我不是吸烟探子 还请将军明察 你这伤是怎么来的 我不小心烫伤的 是个意外 什么意外 将军想问什么 问本王便是 何必要大费周章的 把本王的美人 请到这里来 他对本王没有秘密 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 本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本将接到密报 有人逼迫西安美人做探子 监视朝臣 手腕上就有一样的伤疤 他是你的人 他自然是本王的人 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 好吧 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 为什么 红炉寺人人都知道 阿梅与本王的情谊 有人故意极度使坏烫伤阿梅 本王自然看不过去 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报复回去 你不用拿他当借口 景王 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 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 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 你不是单于情爱之人 往年德家皇后 拉到那么多 座梅 人长大了 总是会变的 好 方才英将军说的密探 是怎么回事 太子拿你没办法 便方照你的烫伤 解机诬陷本王 利用西烟美人笼络朝臣 基于储君之位 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 本王赢了 他们便不会有事 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 杀张应 就可帮我们破局 我们要把他人的心理 需要作真 才不会让太子察觉端倪 还有 无论发生何事 首先要保证梅林的安危 王爷放心 梅林姑娘武功高强 此事对于她来说 再简单不过了 现在离破局 就只差一个人证吧 一个父皇信任的人证 禀王爷 对 殷将军来访 也在后院等待 任正不请自来了 自从你离京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院子 这棵梅树 还是你亲手种在这儿的 明明是将军强迫本王种的 那年笔剑 本王输给了将军 将军便不依不柔 非要逼本王 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 你 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比简直是借口 我不相信你烫伤美人 是为了讨好梅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本王啊 想要那个至尊之位 那个位置向来能者拒之 若是锦王心智不变 大可正大光明地去哪 何必利用心烟探子 走了歪路 hum 阴将军多虑了 无论本王走的是哪条路 始终行走在大盐的土地上 绝不会做任何 危害大盐社稷之事 那那些吸烟的探子 到底怎么回事 阴将军可还记得 我们曾经打猎的钟灵山 三日之后 殷将军若是赴约 自会知晓 是我的失职 代我抓回张义 再跟王爷领罪 派出所有人 务必招活的 是 什么 他还活着 他从景王府逃出后 往城郊据点去了 好个张义 竟能骗过本宫 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 带上所有人 这次本宫 就要亲眼看着他死 是 把人引到中兵坡 张义就在那儿 驾 吹 上 閉氣血只能撐一個時候 剩下的就抗你了 王爺 殿下 這下死透了 快 把尸体带走 是 老三 又来晚了 这一局是大哥赢了 不过 没有人会一直赢 莫容金河 你竟然利用洛眉 大哥可以利用 请殷将军做吸烟探字局 本王自然也可以请殷将军 做个人证 太子灭口张印的人证 那支箭 可打着东宫的标志呢 张印不过是一届下官 就算托尸体到了父皇面前 他也未必会听你的一面之词 一具尸体自然动摇不了东宫之位 但却可以在父皇心中 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 文华阁失火一事 是由大哥一人督办 若是被父皇知道 是大哥杀人灭口 大哥苦心经营多年 又何必在父皇面前 自毁形象呢 所以 你想谈什么条件 果然还是大哥了解本王啊 只要大哥出手解决吸烟探字一事 本王今日可以没有看见张印 咱们一人赢一局 如何呀 大哥 你不亏 时至今日 其实大哥都没有想过 要把你置于死地 是啊 不过是想把本王赶回京北罢了 只是本王与太子的比试还未完 怎么能先下擂台呢 慕容景华 慕容景华 殷将军 本王在此 若没怀疑大哥 就是父皇怀疑大哥 大哥真的不在意吗 多谢大哥成全 把猎物 抬到靖王府 我们那人即可隐蔽 我们那人即可隐蔽 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 大哥是本王要来的 本王遭人暗算 心情抑郁 只有大哥 能帮忙排解 做哥哥的替弟弟分担解忧 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靶场咱们有多久没来了 大哥 你知道我现在无心叙旧 太子殿下 西安探紫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兵部侍郎甘宁 社局陷害三弟 他误解了我们兄弟之情 以为景王回京是为了争处 想将三弟 斩回京北区 随时甘宁自作主张 三弟终究是因为大哥受了委屈 大哥在这里向你赔布侍 本王的御劫 可然只有大哥能解 不如像以前一样 两位殿下再比一场 陆眉 陆眉 我们都知道 在这靶场 我向来是输家 太子殿下也赢过 唯一的那一次 是因为你 想赢 就光明正大的你 我看你 本王认输 若不是大哥想让 我赢不了 赢不了的局 比他做什么 没意思 本王欲劫一解 就不打扰殷将军和太子殿下 许就了 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 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 洛眉 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 大皇子赢了 大皇子赢了 大皇子又赢了 狗奴才 你们给大皇子用的什么功啊 是我自己挑的 他们就是见你好说话 所以才敢偷懒的 用我的 玄烈哥哥比你厉害多了 换把好功准能赢你 再试试 好 咱们再比 嗯 洛眉 我赢了 开芒 我就说你比不过玄烈哥哥 还是老三厉害 这次只不过是大哥运气好 大哥好剑法 不过大哥 我迟早会超过你的 洛眉 你帮大哥赢了我 我都没生气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父亲说 军营是男子大的地方 以后不准我来跋场 凭什么女子嫁人之后 要在后宅忠老 我偏不降 洛眉 你放心 等我以后当了大将军 就带你 商战场 保家卫国 而且 一个比男子还要厉害的女将士 本将军怎么会拒绝呢 真的 那可说好了 一言为定 宝国安邦 护我大言 护我大言 宝国安邦 护我大言 宝国安邦 护我大言 宝国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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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若不是你赠宫 我怎么能赢 太子殿下剑术高超 您要想赢便能赢 与落眉无关 我若想在后宫里 过安稳的日子 就只能一直输 人人都盗我好夫妻 我母妃出身卑微 生我是难缠而死 而我 却能在德家皇后的膝下长大 母后对我很好 可她对我越好 我越受罪 容安殿的那些奴才 从小 就怕我这个慌张子 抢了他们小主子的风头 处处针对我 其实我早就知道 那张弓是坏的 因为你 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赢 自那时起 我就希望有一日 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告诉你 我的心意 太子殿下 平南军守卫的 不仅仅是那个位子 更是大盐的疆土 和万千百姓 落眉拼得一身军功 只为做大盐的纯臣 落眉不愿 也不会做你们 夺地的筹码 我想赢的 不是平南军的军权 而是落眉你的心 你可知道 你的志向我从来没报 老三随口答应你的事 我要替你完成 我说过 我说过 就算你做皇后 君权仍然贵你 你仍是殷将军 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 若有备诺言 这卷师数 将军可公之于天下 是 殿下的心意 落眉承受不起 王爷吩咐让梅林姑娘再次等待 王爷赢了 是我们赢了 那些美人没事了 您放心 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烟的 你受伤了 为何不穿金丝软甲 我是故意的 不然瞒不过太子 就是小伤不碍事 这是军中的商药 可能会有些 疼 王爷 我不怕疼 好 疼吗 先尝尝 小伤而已 死不了 不怕死 不怕疼 你这人 就没什么怕的吗 我有怕的 我怕我阿娘 人有牵挂 才会西密 本王记得你说过 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 本王相信 你娘在天上 看到你这么拼命 也会担惊手怕的 你 你 谁呀 谁 出来 谁 谁在哪儿 出来 谁在哪儿 张大人 你是 张大人不记得我了 威北军 先锋营 旁弃 你不是 死了吗 你也死了 认罪 向威北军每一个人 认罪 张大人 我知错 我认罪 向他们认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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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北军 束手六抄 我认罪 威北军 副驾 杨东虎 我认罪 威北军 百夫长 王福田 我认罪 这世上已无为北军 你却执意跟着本王 宁愿活在这种地方 本王一定会带你 带他们 离开这里 活在阳光下 我认罪 这个香囊 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 我认罪 王爷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喝酒了 你别动 你在幻节里 就是这么对本王的 凶得很 怎么喝这么多啊 当然要凶完 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 那你那么凶的人 不也怕你阿娘啊 我阿娘他总想让我嫁人 他着急把我赶出去 你不想嫁人 主要是坠婿不好找啊 为什么非要找坠婿啊 因为我阿爹 常年在外面打石头 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 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 所以怕 是因为在乎 那你怕本王吗 王爷是好人 王爷是好人 我当然不用怕 本王可不是好人 你对本王做的事 本王一桩桩 一件件 都记得 我 本王还记得 第二次 你见本王的时候 就要破了本王的嘴巴 那这样 若是王爷计较 王爷可以咬回来 咱们的账 一笔勾销 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 带到我们扳岛太子 再还给你 想跟你阿娘说话 就来找本王 什么 你应该是 他听得着 那我 跟他 你是 殷将军请请 谢皇上 西安探子于是没出乱子 都是殷将军的功劳 殷将军此次换房回京 本该让你歇息几日 谁知竟生出这些事段来让你忙碌 微臣卫军分忧 则无旁贷 好 此事尽快请安 是 招宁秘密出展 至于那些美人 少不得要安抚一番 总之切无张扬 引起两国闲心 皇上 微臣以为 这十个西安美人被人冤枉 难免心生怨怼 实在不疑和情 不如让他们同月清公子一同回西安 以此彰显皇恩浩荡 也可平息留言 好 那就照 殷将军的意思吧 臣遵旨 臣告退 臣 真看 干爹的胆子是想动工戒的 底下的奴才都是见风使舵的人 你若不是存着忌惮老三的心思 该您改陷害皇子表忠仙 恩 父皇 儿臣对三弟 绝对没有万分加害之心 若父皇认为 悬裂难堪大人 儿臣愿即刻让陷 醒了 太子 你身上担的是大研未来的江山社稷 朕 朕对你的期待 自然要比老三多 老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做事荒唐些 你作为大哥 要多担待 你作为大人 儿臣尽情 父皇教会 皇上允了将军自主则训 便是希望将军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 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美 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 洛梅 人长大了 总是会变的 你可知道 你不听话 你可否认你 我认识分听 你真心存在 你 consent 你认识分听 你可不听 你还想不知 我认识分听 我认识分听 你还想不听 你坚子 你本不会听 王爷 吸烟探子之事算是彻底解决了 太子也算是自食恶果 平文在延兵殿一直渴头 父皇就原谅他了 父皇到底还是心疼大哥呀 其实皇上还是宠爱王爷的 今日殿上 皇上还提及了殷将军的婚事 其实皇上更乐意看到 请王府和殷家联姻 这些都是刘忠 刘公公亲口告诉我的 而且 他还吩咐了之前所有的美人 吴赵不能出入红禄寺 清燕以为 皇上这是在提点王爷 这父皇怎么又乱点鸳鸯谱啊 吩咐联秀 带到梅林分封入府 以侧妃之力相应 最好 能让父皇他断了赐婚的念头 是 这双灵院是不是小了些啊 除了王爷的占月阁就属双灵院最大 况且双灵院离占月阁最近 阳光最好 王爷的意思是让梅林姑娘 直接搬进王爷的詹月阁 就双灵院吧 坏了规矩总是不好的 殿下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了 好 留着吧 大司农的花奴 前不久刚培育出几株豆绿牡丹 皇上也赏了锦王府一盆 王爷若是喜欢赏花 本王就喜欢这些死不了 你还要得到 入土吉安家 荒年充饥 盛年三花 可比那些什么牡丹强多了 很久没见王爷这么开心了 咱们的账一笔勾销 本王要扣扬你的簪子 带到我们扳倒太子 再还给你 想跟你阿娘说话 就来找本王 你是在担心我 是不是 梅林姑娘 该喝药了 刘嬷嬷 秘箭 王爷说了 这几日啊 姑娘便能尝到味道了 这几支秘箭 是王爷特意吩咐备下的 给姑娘压压苦味 多谢刘嬷嬷 再有几日啊 就分疯了 姑娘到了王府 谢王爷才是 等我味觉恢复了 我第一个告诉王爷 那我先退下了 好 我先退下了 风将春花吹散 梦被凉了一晚 心事破碎成满天心寒 若命运太不肯 我身陷于你谈 爱无可奈何坠入深渊 如果像是一场 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 直径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欢笑 是被熄灭的花 如果像是一场 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 无止尽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心愿的花 如果像是一场 已注定的悲伤 那爱是一场 无止尽的流浪 心中那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花 是奢望 是幻想 是被熄灭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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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